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完一回合 然后退到角落休息的这一分钟 然后在这休息的过程里面 我始终是注视着对面角落里的那个对手 但是在这个片子当中是不会表现出那个对手到底是谁 他不会具象的表现 但是我对这个剧本的理解是那个对手是我自己 所以你觉得这个角色有没有挖掘出另一个你 从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 外形的设定 就会突破所有以往大家看到的我的荧幕形象 因为和杨庆也是非常熟的哥们了 就是首先我对他是非常非常信任的 所以我也很愿意就是在他的镜头前去展现出 不一样的和以前不一样的我 或者说是更接近胡歌的一个形象 您是说这个角色觉得更接近您的内心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演起来会怎么样 但是从那个剧本文字上的呈现 我觉得他很接近我的内心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时常和自己较劲的人 你之前跟杨庆已经沟通过了 对我们一直在沟通 一直在沟通 他有没有对你的表演提出什么要求 放松 放松 当然他今天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他也是希望我在镜头面前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和表演的痕迹 就是做自己 那你觉得这次表演会有哪些挑战吗 不穿衣服啊 这个很大挑战是吗 我几乎没有过这样的表演的经历 而且他需要一种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 就是我可能在开机之前 我会 对对对 他可能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比较的写实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技术的处理 比如说喷汗 比如说去演那种疲惫的状态 但是可能杨岛他更希望是真实的体现 所以其实我 我现在的这个状态也是很疲惫的一个状态 很憔悴的一个状态 就这几天都没有休息的很好 你比如说最近通告太紧了 一方面是通告紧 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快速的接近 等一下 对对对 您是故意的吗 有一点故意吧 因为你刚才撤的那个 就是在外形上也会有很大的图属去 我们会在身上加很多的纹身 这个是如以前没有体验过的 对 在荧幕上从来没有尝试过 会害羞吗 会 所以有两个怎么会羞泣于的镜头前展示 对 因为没什么好展示 所以会害羞 因为你看您最近好几部戏接连上导 现在大好时光也快收关了 您现在可以自己总比一下这三个角色吗 就从伪装者开始 这三个戏就是涵盖了古装 民国 现在 先说伪装者吧 我们按照那个播的顺序吧 其实明台这个角色呢 他是一个成上旗下的一个角色对我来说 因为在他的身上 他这个角色比较的立体 比较的丰富 他有可爱的一面 有懵懂少年的一面 那种表现的更接近于我以前的表演的状态 然后他也有成熟的一面 有干练的一面 有深沉内敛的一面 那这个呢 又比较像 我最近拍的一些戏的角色 或者说是我最近的一种表演状态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看明台这个角色 他是有一种成上旗下的 梅长苏 可能是我一直想追求的一种表演状态 因为以前可能习惯了 比较活泼跳跃的那种角色 因为街道的戏 街道的剧本 人物的设定 大部分都是那样的 那大家也通过梅长苏 就是可能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胡歌吧 我个人是比较 也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去表演 因为我觉得他更接近 他更接近于我自己 更接近于我自己 而且他更容易去表现角色的内心 因为一旦你的外部的形体 过多表现的话 可能你内在的表达 就会被忽视忽略 是这样 然后大好时光呢 那可能是一个梦吧 一个 我始终觉得就是 就是现代戏啊 其实现代戏 包括之前演的那个生活启示录 和妍妍演的生活启示录 它都是在给大家造一个梦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就是生活启示录播完以后 有好多就是 个人经历和余小强很接近的人 他们通过朋友 向我表达了他们看完这部戏 的很多的感受 他们是一边哭一边笑着看完的 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 包家明这样的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 因为他们个人的经历 可能和余小强很像 但是他们在看这部戏的时候 他们会特别投入 可是当他们看完以后 他们又觉得非常的失落 因为他们知道 这只是一个梦 在现实生活中 肯定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 大好时光也同样 袁浩可能也是给 另外一些人群 编织了一个梦 比我暖 我比较冷 这三个角色 有没有什么遗憾吗 都有遗憾 比如说梅长苏吧 梅长苏我基本上 每一集都看了 我在拍戏 但是我 那阶段是特别累 因为我有时候如果收工晚的话 我可能还要等到 12点以后看回放 对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还不够沉稳 我有时觉得 有点太欢乐了 就是当然苏宅的日常 这一些苏宅的日常 我觉得它是需要的 就是它会让这个人物更立体 而且毕竟就是 虽然说梅长苏 它是一个符号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它身上还是会有林书的影子 这些林书的迹象 它是会在 对 我所指的不够沉稳是 他在一些 跟一些官场上的这些人 勾心斗角的时候 我觉得还可以再稳一些 我觉得如果现在再去演的话 我想应该会呈现到更好一些 那我看部长观众 就是把这个梅长苏的角色的定位 觉得是可以跟你这种比赛聊一起 就是肖聘敏的一个 除了你自己是不是在自己的心里 是这么看待这两个不同 它对你的意义 肖瑶 它是 对 肖瑶 它是20岁到30岁这个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我想 梅长苏可以算是30到40这个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吧 那您这因为三部戏接连上网嘛 就有些什么采访通告活动也特别多 包括一些甚至像反派性的传闻也会比较上网络 老师 让您这是其实想 尤其到30岁之后 是想必须做一个真正的演员 就不知道这些活动会不会让您有一些有点疲倦 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都能够放下了所有的 疲倦是有的 疲倦的是我懒得去理会和回应 因为习惯了吧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如果没有这些戏 他们也不会来找你 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必然的会附加随之而来的一些东西 无所谓 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他给我说了一下他的那个故事 然后他说特别喜欢跟他自己的那种状态很接近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故事 为什么 保持神秘 您之前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事业迷茫吗 您觉得现在度过那个瓶领去了吗 更迷茫了 为什么 还是没有找准方向吗 方向是有了 但是我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去往这个方向迈进 我觉得可能现实中 我走的这个路 跟我想象中走的路 还是有一些偏差 对 想象中的路就是除了 天天拍戏是吗 不不不 是除了拍戏什么都不干 就是放下给自己称电那种 对 对 那是必须的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离真正的演员还有多远 还有很远 就是如果假如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是不是除了拍戏 任何这种宣传都不想参加 是的 是的 对你宣传是吗 是的 我说了三遍了 你就是马上要去拍画剧场 对 你现在还是每年会留着一段时间去画剧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反正这几年都是这样 现在的话 画剧表演对你的意义 其实演画剧对我来说是放假放松 我觉得回归到舞台那个感觉特别棒 虽然说上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一旦习惯了以后 那种在舞台上表演的状态 和在镜头前表演的状态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享受 那是真正的一种享受 对 你现在感觉跟2013年一开始刚演的时候的状态 舞台剧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大的魅力是在于你在不同的阶段你去呈现这个角色 所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会完全不一样的 你演的这个人物 你说的台词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你个人的经历的事不一样了你的阶段不一样了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你对这个台词和戏的理解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年去演的话我自己都会能都能够感受到我呈现的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感觉好像又认识了一家自己 对 其实你在理解这个角色的同时 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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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